2022年10月19日 大天使迈克尔 新意识传导 C列范 译者 扬声传导 亲爱的义们 这是你们地球深度扩张的时刻 由于你们过去六个月的过渡和转变 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与更高意识和多元体验 更充分地联合 你们现在正在进入意识状态 在那里你们可以体验与魔法创造和显化相关的第六维度频率水准 这种强大的频率正在启动人类大脑生理的变化和转变 频率将大脑转变为所谓的阿尔法脑电波 这在人类通常处于冥想和深度创造力状态时被启动 这将成为一种更正常的存在状态 可以在新地球上随意进入 现在你们可能知道 海豚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 它们的自然大脑频率是阿尔法 这就是为什么海豚存有此时挺身而出于你们合作的原因 下一个层次 海豚在地球上的海洋中具有物理形态 但它们也有更高的以太和灵性形态 与天狼星、卯素星和其他银河和恒星位置相连 还有天使海豚被称为金色海豚 它们与天使家族特别是耶洛因密切合作 海豚对人体全稀图和生理有着非常广泛和清晰的了解 因此能够向现在这样帮助进化过渡 你们可能听说过与海豚一起游泳或与海豚一起工作的人 它们经历了强大的转变和自发的疗愈 此时当你们正在适应这种意识的深层转变时 它们正向前迈进 帮助你们适应这些新频率 它们是六地意识的大师 能够在它们的地球家园中持有它 海豚通过声音交流 声音频率以全稀形式携带压缩资讯 这些资讯可以作为光之编码或光之语言下载到你们的细胞中 并将有助于为下一步进化重新编码物理体 你们中的许多疗愈者 通道和教师将感受到与这些进化的星际存有合作的磁性吸引力 以帮助多元人类的出现 它们将启动海豚大脑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冥想的深层状态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银河系连接 鲸 鱼 菲塔频率和鲸鱼歌声 亲爱的宇宙鲸银河鲸鱼也在向前迈进 为你们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像海豚一样 鲸鱼计划深于地球 又以更高的天使和银河形态存在 鲸鱼是非常古老的存有 自诞生之初就一直是地球故事的一部分 它们在海洋中持有歌曲或全息创造矩阵 它们的歌曲为进化和表达创造了新的途径 它们也是地球阿卡西记录的保管人 这是地球穿越时空的记录 在它们的宇宙和银河角色中 鲸鱼的大脑以菲塔频率工作 它甚至比海豚还要大 菲塔是一种深层意识状态 你们可以称之为深层恍惚 在菲塔频率中 你们可以超越物质限制进入流体等离子的创造和显化 创造在新地球时间螺旋中显化为现实的全息世界 这是意识进化的下一步 能够在身体状态下使用菲塔频率 对你们来说 问题是人脑将菲塔频率与沉睡和做梦状态联系起来 因此你们很难有意识地掌握菲塔频率 鲸鱼大师将帮助你们学会掌握这些能量 成为宇宙创造者 你们中的许多人将感到被吸引 在地球上和银河空间与鲸鱼共同创造鲸鱼之歌 有意识的呼吸和生活在世界之间 鲸木动物海豚和鲸鱼是有意识的呼吸者 它们生活在流体介质水中 但它们呼吸空气气体 它们必须能够在这些状态之间移动 并意识到自己的呼吸 以便能够保持这种意识和在世界之间生存的能力 你们的扬生之旅和进化教会了 你们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世界之间 物质和灵魂之间 现在有了这种意识觉知 当你们在世界 维度和频率之间移动时 你们可以开始成为多元觉知的大师 第一个关键是有意识呼吸 就像鲸鱼和海豚一样 你们将逐渐理解心 肺和宇宙和神光脉洞之间的联系 你们将学习通过有意识的呼吸技巧 获得不同的频率和水准 你们将从鲸鱼和海豚的专家和老师 那里学习这些技巧 当你们在美丽的新地球上继续 你们的存在和成为的旅程时 有很多东西值得期待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2022年10月19日 第新闻名泰勒斯 世界的进化 传导 Murie Andiku 一辙 扬声传导 亲爱的地球兄弟姐妹们 我们向你们致意 此时 你们的星球正在天际能量中大大地觉醒 这意味着你们的星球正在扬声 这意味着它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能量意识水准 这当然会在人类内部造成困难 因为人类还没有完全理解内部和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类很难进一步理解 他们内部和周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你们有多少次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谁 生活是什么 我在这一生中做了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有这些人类问自己和问自己的问题 都表明了对你们是谁的误解程度 在过去的时间里 人类被贬低和虐待到了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你们很难回到顶点 也就是说 你们很难睁开眼睛 去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幸运的是 地球通过它的扬声 正在把你们向上拉 当然 在它的土壤上 发生的一切都在振动着你们 各种气候运动正在把你们从昏睡中唤醒 你们会问自己以下问题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洪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龙 卷 风 风暴 地面塌陷呢 如果你们问自己这些问题 这意味着你们开始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你们的理解力 在那一刻你们已经在进化的道路上了 因为他或他对这些气候变化没有反应 没有问自己问题 是一个人类 他的意识不会推动看到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经常谈到地球上的进化 也谈到你们的存在 所有这些气候变化都向你们表明 有一些东西需要清理和进化 但你们明白吗 影响你们的河流泛滥 悬崖崩塌等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一个讯号告诉你们要小心看看地球 了解它 但了解你们自己 你们也是 了解你们的宇宙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和重复的那样 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 但为了更好地了解你们是谁 你们的星球将你们带向何方 重要的是你们要审视自己 了解你们与宇宙之间的强大联系 宇宙给予你们生命 人的一生中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 气候扰动不仅仅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气候变化发生了 是的 你们对地球上的污染或其他问题负有部分责任 但要明白地球会对你们说话 会震动你们 让你们从亿万年来的沉睡中醒来 地球在震动你们 就像一个家长在责骂一个不听他的孩子 继续他的胡言乱语 你们地球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都是大孩子 继续着胡言乱语 通过挖掘砍伐污染溪流 河流和海洋来牺牲地球 地球再也受不了了 他正在让你们知道 他用他所有的爱想要并希望你们跟随他的进化之路 在他渴望和平快乐的生活中 你们与他相得益彰 你们星球在进化和扬生中感受到的幸福 被他用伟大的爱爱着的地球孩子们的愚蠢所破坏 出于爱 他责备你们 把你们放在所有这些气候或地质困难面前 如果我们今天跟你们谈这个 是为了让你们明白 是时候停止你们对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愚蠢了 现在是时候通过将你们的心与你们的星球联合起来 来回应你们存在的深处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这可能会持续到来年 许多这样的事件将会发生 直到你们明白尊重你们的星球是很重要的 如果突然间你们人类在这一切面前爆发出理解力 那么这些气候或地质事件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们的人类能够理解停止为地球殉难是很重要的 因此要照顾好自己 那么在那一刻 你们将减轻地球的冲击 重要的是要明白 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 人类 地球 星系和你们的宇宙 一切都必须和谐 在一个地球 一个星系和一个正在提升的宇宙中 不可能有人类的缺陷 接下来的几个月 几个星期和几天将对你们这些地球人类起决定性作用 理解你们是你们生命的创造者 是你们星球生命的创作者 通过你们对爱 快乐 尊重的思考 你们在你们周围以及你们的星球的身体和心灵上创造了幸福 由于你们对权力 暴力或其他类似事物的渴望 你们正在拖累你们的人性 所以你们会说 如果真的存在坠落 谁会把我们从坠落拯救出来呢 我们会回答你们 是你们自己 只有你们才能从堕落中拯救你们自己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支持你们 但如果地球上的人类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 我们将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坠落 然后 了解你们必须对自己做的伟大的理解工作 以了解你们是一个神上的存在 与大宇宙相连 与我们的父神相连 与所有人相连 是通过你们的灵魂给你们生命的人 然后 你们将了解你们内心奇妙的神圣火花的重要性 你们将能够让它在你们周围闪耀 这将抚慰地球 反过来你们将获得好处和欢乐 我们用伟大的爱陪伴着你们 不用怀疑 我们感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